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到星期四就诞生满200年了 历史虽然悠久 但德国民众表示 还会继续把这些小时候听到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在德国首都柏林 家喻户晓的糖果物故事不断的重现舞台 让男女老少成为儿时旧梦 两兄弟的出生地 德国哈脑 雅各和卫廉的雕像还矗立在主要广场上 这里的居民对格林兄弟所写的童话书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淡化 两兄弟的家现在已经成为博物馆 里面收藏着两位作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的作品 从今年的12月20号开始到明年9月 德国卡塞尔地区将举办格林2013庆祝活动 包括歌剧 展览和故事朗读等活动 新常人记者史考特综合报道 新常人记者史考特综合报道